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MED学院,我是Steven 那欢迎大家继续来学习项目管理这门课程 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本节课 我们本节课要讲的一些内容 我们来同样,我们来看一下本节课的一个大纲 来复习一下,同样来复习一下我们上一节课我们所讲的一些内容 那在上一讲里边,我给大家讲了一下关于SVN的一些基本使用 主要给大家讲了一下SVN的一些常用的协议 比如说File协议,HTTP协议,HTTP-S协议 这个HTTP-S协议是我们比较经常用的一个协议 也是在工作中经常用的一个协议 还有SVN以及SVN加SSH协议 第三个又给大家介绍了一下我们平常最用到的一些常用命令 比如checkout,update,commit,edit 还有delete以及log,status 还有info,default,cat,export等等这些命令 都是一些我们经常会遇到的一些命令 接下来又给大家介绍了一下在SVN的一些使用上的一些习惯 这个主要是跟大家的一些建议 比如说即时更新 我们要就是改完了这个本地改完了修改完了这个代码了以后 我们需要及时的将这个修改完了这个的代码 然后update,commit到这个线上的数据库上 这个是即时更新 接下来又给大家讲了一下上传 我们要上传正确的文件 还有正确的上传文件 这两方面的内容 这个是我们上一讲课我们所讲的一些内容 这一讲也是咱们的最后一讲 就主要给大家介绍一下GIT 这个只是给大家一个简单的一个介绍 那这节课的目的呢 同样就是了解一下GIT的一个简单的使用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SVN和GIT的一个介绍 区别的一个介绍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的一个描述 其中是代码管理的核心是服务器 所有开发者在开始新一天的工作之前 必须从服务器获取代码 然后开发最后解决冲突提交 所有的版本信息都放在这个服务器上 如果脱离了服务器 开发者基本上是不可以工作 这个是给大家介绍了一下 我们这个每天我们这个工程师 首先要去做的一个事情 就是说必须从服务器上获取代码 然后我们再进行开发 最后下班的时间呢 我们去提交这个代码的时候 解决代码之间发生的这么一个冲突 然后我们在最终进行一个提交 那所有的这个版本信息呢 都会放在这个服务器上 如果脱离了服务器 我们开发者呢 基本上是不可以工作的 然后来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 比如说我张三开始一天心脑工作 第一步呢就是从服务器上下载这个项目组的最新代码 第二个就是进入自己的分支 进行工作 每隔一小时呢 向服务器自己的分支提交一次代码 这个是很多人都有的习惯 因为有时候自己对代码改来改去改来改去 那我又最后想又想还原到一个前一个小时的版本 或者看看前一个小时自己修改的代码 那我就需要这样做了啊 所以这个代码的一个版本的一个控制啊 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啊到了第三步就是下班的时间快到了啊 我们需要把自己的这个分支合并到服务器的主分支上啊 这样的话才算一天的工作啊 才算完成 并且我们需要反映给这个服务器啊 这就是经典的S1的工作流程啊 从流程上看有不少缺点 但是也有优点啊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S1工作的一个缺点 缺点就是服务器压力太大 数据库容量暴增啊 这个主要就是说啊 我们我们每一次都是从S1上checkout 那一个人可以 那你想一下一千个人呢 一万个人呢 啊 然后还有不定时的对这个S1数据库进行更新 进行提交 哎 这也会导致这个S1服务器压力过大 啊 数据库容量暴增呢 就是你会有很多个版本 那每一次你更新 呃 Branch出一个新的版本出来的时候 那他都会占用 呃 输入库里边的也就是这么一些 那个一些硬盘的一些空间啊 导致呢 这个数据库容量暴增 那第二个就是如果不能连接到服务器 基本上不可以工作啊 啊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 如果这个S1服务器当了的话 那上面的代码我们就是不能啊 拿到的啊 就是我们不能checkout的出来一份 所以呢 看上面第二步 如果服务器不能连接上就不能提交 还原对比等等啊 后续的一系列的一些工作 我们都将无法开下 第三个就是不适合开源开发 开发人数非常非常多 但是Google App Engine就是有S1的 但是呢一般集中式管理有非常明确的全线管理机制 比如说分支访问限制可以实现分层管理 从而很好的解决开发人数众多的一个问题 这个就是嗯 他会有一个S1全线上的一个限制 所以呢就不适合这个多人去啊 提交一个代码到上面 那优点呢就是管理方便 逻辑明确符合一般人的思思维习惯 很多人就是用这个用的就特别爽 第二个就是易于管理 集中式服务器更能保证这个它的这个安全性 第三个就是代码的一致性非常高 第四个就是适合开发人数不多的向我们开发 啊 第五个呢就是大部分软件配置的管理的大学教材 都是使用S1和VSS啊 这个是可能呢是有些大学里边的有些教材 可能会给大家讲到啊 关于这个S1和这个VSS的一些个配置 好那这个是它的一个优点 那我们来看一下分布式和集中式最大的区别 就是说啊在于开发者可以在本地提交 每个开发者呢 机器上都有一个服务器的数据库啊 这个就是分布式的一个优点啊 这个GIT呢就是基于这个分布式的 那一般开发者的角度呢 第一个就是从服务器上克隆数据库啊 包括代码和版本的信息到单机上 第二个就是在自己的机器上创建分支 然后修改代码 第三个呢在单机上自己创建的分支上提交代码 第四个就是单机上合并分支 第五个呢就是新建一个分支 把服务器上最新的代码废矢下来 就是取下来 然后跟自己的主分支合并 第六个就是生成这个补丁 把补丁发送给这个主开发者 第七个就是看主开发者的反馈 如果说主开发者发现两个一般开发者之间有冲突 他们可能在某一行有了这个conflict 有了冲突 他们之间可以合作解决的冲突 就会要求他们先 你们先解决这个冲突 到底是以哪个人为准 然后呢再由其中一个人提交 如果开发者可以自己解决或者没有冲突 那就pass就可以通过 第八个就是一般开发者之间解决冲突的方法 开发者之间可以使用pore命令来解决冲突 解决冲突完冲突之后 再向主开发者提交补丁 由他来进行决定 主开发者的角度 假设主开发者不用开发代码 他会怎么做呢 第一步他会查看一下邮件 或者通过其他的方式查看一般开发者的提交状态 第二个就是打上补丁解决冲突 可以自己解决 也可以要求开发者之间解决以后再重新提交 如果是开源项目呢 我们还要决定哪些补丁可用哪些不可用 第三个就是向公共服务器提交结果 然后通知所有开发人员 他优点就是说适合分布式的开发 我们强调个体 公共服务器的压力和数据量都不会太大 因为都是在自己的单机上进行搞 所以他服务器的压力和数据量都不会太大 速度快灵活 这个是显而易见的 最后一个就是任意两个开发者之间 可以很容易的解决冲突 缺点就是资料少 起码中文资料就特别的少 因为这个东西是近几年刚刚兴起的 这个应该是Github上进行开源过的一个东西 学习周期相对而言比较长 最重要的就是不符合常规思维 就是好多老人程序员用惯了S1以后 他不太习惯的去使用GIT 最后一个就是代码保密性差 一旦开发者把整个库克隆下来的话 就可以完全的公开所有代码和版本信息 这个相较于S1的话 它的保密性可能会差一些 这个就是给大家介绍了一下S1和GIT的一个区别介绍 还是观点就是说 我们其实在这些工具都是在工作中为工作进行服务的 我们其实没必要去非要去选择 我必须使用S1 或者我必须得使用GIT 这个是没有必要的 我们可以去选择我们使用顺手的这么一个工具 我们拿达到我们工作的效率 完成我们工作其实就OK的 好说完了区别的介绍以及它的使用场景以外 我来再看一下GIT的一个常用命令的使用 Chrome 就是Chrome一个现有的仓库 GIT Chrome URL 就是它代码的一个URL地址 URL也是支持GIT SSH HTTP 以及HTTP S 等各种协议 GIT 中文件的各个状态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就是 UN Stage GIT 仓库中没有此文件的相关记录 这个的意思 Modify 就是修改 意思就是仓库中有文件的记录 并且此文件当前有改动 因为它是Modify的一个状态 Stage 就是追加删除或修改文件被暂时保存了 这些追加删除和修改并没有提交到GIT的这么一个仓库 Committed 就是追加修改的文件被提交到本地的GIT的仓库 GIT的仓库中大部分都是这种文件 所以GIT status不显示这些文件 我们来看一下怎样查看GIT的仓库中各个文件的状态 同样还是GIT status 初始化一个仓库就是GIT NIT在当前文件下生成.GIT目录 完成初始化以后 此时文件加下的所有文件处于onstage的状态 那追加文件就用GIT add test.c 比如说增加一个test.c test.c的文件变成Stage的状态 其他文件还是onstage的一个状态 修改文件 我们直接用echo.aa 就是重新降服务到test.c test.c的状态 就变成了modified 变成修改的状态 删除文件 就是git.rm 比如说删除test.c 后面跟文件名 当前目录中删除了test.c 在GIT仓库中暂时删除了test.c 相当于stage的状态 从GIT仓库中删除test.c 必须有得commit一下 和ifn是一样的 删除了 恢复刚才的删除就是reset head 那么我们仅从GIT GIT仓库中删除文件的话 那我们就使用getgit.rm 刚刚catchtest.c 当前目录中 如果没有删除了test.c 仅在GIT仓库 GIT仓库中暂时删除了test.c 那这就也是相当于stage的状态 大家应该对这个应该也是需要注意一下 同样getgitlog是查看各次的提交的信息 s1log也是这么一个功能 其实也发现这个命令和命令之间都是一些相通的 好了接下来再来看getgitcheckoutcommit 它的意思就是恢复到未删除前的committed号 此时删除的文件也恢复到此盘上了 getgitcheckoutmaster就是备份号删除的文件后 我们再回到最新的这么一个状态 这个就是我们it 我们常用的使用的一些命令 那这里边可能一些常用的可能给大家介绍了 那如果大家对get感兴趣的话 那大家可以去上google去查一些关于get的一些英文的一些资料 我们拿到的可能都是一些一手的一些资料 好 那这个的本节课的作用 就是主要跟大家比较一下 s1和get的一个区别的一个介绍以及它的优缺点 它适用的一个大致的一个场景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场景 然后又给大家抛砖引玉 介绍了一下get的一些常用的一些命令 可能只是一些简单的一些介绍 希望呢 希望呢 对大家能够有用啊 我能够起到这个抛砖引玉的这么一个作用 好 那这个就是我们本节课所讲的一些大概的一些主要内容 我们来看一下本节课的一个最后作业 还是就是复习一下本节课 get的一些常用命令 并且呢 自己可以搜索一下关于这方面的一些内容 因为这个东西比较新 可能公司里边用的不是特别特别的多 但是我觉得这个可能会成为一种趋势 现在开源就是一种比较大的一个趋势嘛 所以还是希望同学们有这样的一个好奇心 去多学一些东西 我这里面只是说刚刚也说了 只是说给大家起一个抛砖引玉的一个作用 后续的一些工作还是希望大家能够自己去钻研 好 那到此为止呢 那就是关于IT项目管理的这么一门课程呢 我算是给大家 基本上是给大家讲完了 在这里边呢 给主要给大家讲了四个阶段 然后以及又给大家讲了一个 关于SVN以及GIT的这么一个简单的一些介绍 那就是希望呢 就是学完了整次的这个专题课 可能就是希望能够对大家 有一些实时性的一些帮助吧 嗯 然后呢 再到下一节课呢 我会给大家布置一个 比较完整的一个整个 关于这个外部 就是外部项目管理的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 大的一个客户作业啊 算是一个最后的一个项目作业啊 嗯 好 那本节课呢 我就给大家讲到这里啊 谢谢大家的 同样还是谢谢大家的这个收听和收看啊 那咱们下节课再见